二战最窝样的一支军队 在战场上也常有战败的情况 但是却很少有日军是主动投降的 有很多日军在即将战败的时候 他们宁愿托腹自杀 也不愿成为阶下囚 因为对日军来说 他们是为日本天皇而战 如果投降了 就是对天皇的不尊重 不过也不是所有士兵都能做到不为无斗米遮腰的 比如二战时的法国 众所周知 法国在二战前和英国一样 都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 海外殖民地数量仅次于英国 不仅如此 当时的法国陆军实力 更是号称世界第一 在法国的军队中 还装备着众多性能先进的武器 重型火炮更是超过了一万文 按理说 法国军队这样的实力 就算是不如德国 但是德国想要挡败法国也并非一事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德国攻打法国四十四天后 法国居然宣布投降了 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法国的军队投降 并非是没有可战之力的 在宣布投降后 法国至少还有三百万以上的兵力 可以说十分的窝囊 展开全文那么实力不弱的法国 为何在德军进攻下很快就战败呢 据了解 在德国进攻波兰前 其实法国是和波兰签订了友好合约的 根据合约内容 当德国进攻波兰时 法国应该派兵援助 但是当时的法国 因为惧怕战争而没有相助波兰 因此当德国开始攻打法国后 法国也就只能慌慌张张迎战 再加上 法国国内对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是漠不关心的 他们完全没有想过要抵抗德军的侵略 于是在这样的状况下 法国军队是屡战屡败 甚至到了后来 法国还将德国任作是朋友 而朋友之间是不应该相互斗争的 因此很快法国就被德国给占领 如果当年德国不是和意大利结盟 而是选择和法国结盟的话 不知道二战会是什么结果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联系拜 esta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宝贵